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生死期 每一个寒冬 像是刀划着 漫漫长夜 我该怎么过 你给的伤口 永远难以得 因为我恨不得 我多想变成 花开了 花写了 爱的花 仍为你而终着 我们曾一起许下承诺 一起到永久 然而你是风 只在我眼前吹过 每一个寒冬 像是刀划着 漫漫长夜 我该怎么过 你给的伤口 永远难以得 因为我还默默想念 玉冰床所结冰晶 乃天下极寒之物 怎么可能会融化呢 是不是这盘红光的出现 才把兵融化 玉依 玉依 这人究竟是谁 他从哪儿来 海的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 他嘴里说的那个人 又会是谁 今天 是今年的第七次 猎血剑的出炉之日 开剑仪式和世剑大展的准备工作 都做好了吗 回程乳 都准备好了 爹 熊儿 猎血剑呢 爹 你没看见吗 这是什么 你们怎么会把它铸成一块铁块呢 四大剑使 在 昨天这把剑还好好的 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 熊儿 你们是不是擅离职守了 爹 我怀疑这件事情有人在背后捣鬼 好了好了 这事我心里有书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应该问你在干什么吧 我在干什么 诸见成少主 风流倜傥 一表人才 有多少人想要亲近你 我来这边就是为你而来 没想到 你比传说中更俊俏 是百门不如一剑 在我们以前 你不用演戏 说 这伤势怎么弄的 你爹没跟你说吗 我是物种机关 住口 这一剑明明是我赐的 你就是那个黑鹰女子 就凭着伤口 你是女的 我 胡说什么 不是吗 我是入建成的少主 怎么会是女的呢 既然如此 我们去城主那儿 想必我们之间 可能有些误解 要请城主定夺 少主 你不用再否认了 同样是女而身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只是不知道城主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城主那里 你敢 我在想 万一事情闹到你爹那儿去的话 对我们来说好像都不太好 不如这样好了 这件事情 我们都把它忘了 当作我们彼此的约定如何 他没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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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 依依 我对不起你 依依 我对不起你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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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依依 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呢 你起来吧 陪我说说话 依依 你在哪儿 我 你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地乱 我特别害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帮帮我好不好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冰儿现在知道了你的身份 她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她一定会想办法出卖我 为什么 传说中的苍蝇堡明明就在这儿 为什么看不见呢 优优独播剧场 来 阁校来捕苍蝇宝 不是来买人头 还是来取我人头 谁 给我出来 买人头就得带钱 取我人头就得带命 你 就是白银罗 你还没有回答我们问题 我是来买人头的 可我担心的是 你有没有那个赚钱的本事 我担心的是 你能否出个好价钱 传说苍蝇宝没有杀不了的人 不知此话当真呢 阁下来苍蝇宝还问这样一句话 岂不是多此疑问 只因为这个人实在是不好杀 没有杀不了的人 只有谭卢的将 每个来这儿的都是这句话 也是这句话 我从来没让你们失望的 不愧是神佛莫党的白银罗 我让你处理的 是一个女人 对我而言 没什么分别 五千零 五千零 这个女人 我倒有兴趣了 这个女人 是驻建城建尊的女人 建尊的女人 建尊的女人 怎么 太怕了 我说这个人不好杀吧 他叫冰儿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 建尊 建尊 怎么 提到建尊的名字 真的不敢接了 那倒不是 我是在心里算 得加多少才合理 这只是定金 后谢再加五千两 够了吧 是 冲着一万两 这个买卖我收了 这钱可不好收 收不了他的诗 就会有人来收你的诗 苍蝇宝还不会因为 这区区一万两 而威名扫地 阁下 那请尽管放心 我现在就去驻建城 杀了那女人 不 大当家有令 这个女人不能杀 而且要暗中保护好 不能出任何差错 这美兄的人刚刚离去 大当家是什么时候下的命 大当家料事如神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另外 收无常 你去驻建城 自己取得凌双镜 知道吗 属下证定 哎 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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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亚扑 雅仆 你怎么了 你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儿 喂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是这种态度吗 救命恩人 你醒了 喂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来的 你家在哪儿啊 你告诉我 等等 你先告诉我 你叫什么呀 我 我叫剑雄啊 剑雄 那这是什么地方 住建成呢 住建成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雅姑把你从河边捞出来的 那个时候你昏迷不醒 所以我就把你带回玉冰床上 给你做治疗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哪儿人呢 我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记不得我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真的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对了 你在昏迷的时候 一直叫着一个人的名字 依依 依是谁啊 你的朋友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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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为什么那么少 依依 为什么 你 你怎么啦 喂 喂 你去哪儿啊 喂 站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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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了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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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你 爬吧 这里是一线天 我告诉你 是爬不上去的 喂 喂 你疯了 你疯了你 你别拉我 下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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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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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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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依依 抓住 你在哪儿 抓住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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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被这一脑虫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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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觉得怎么样 我很好 雅浦 雅浦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 不知道 什么 你叫不知道 不是 我 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不记得 我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 自己的名字呢 对 我怎么不知道 我叫什么名字呢 莫非你失去了记忆 我真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到底是谁啊 我过去做过什么 我去过哪儿 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不用着急 你是受了重伤才失去记忆的 没准过等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我 你 有种感觉 我必须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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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嘛 越急越想不出来啊 不如躺下休息吧 可是 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 也不是办法 怎么叫你呢 不如这样吧 我暂时给你取一个名字 这样也比较方便 你觉得呢 有个暂时的名字 对啊 等将来我们知道你的名字的时候 再换过来 好吗 他比划什么呢 他在给你取名字呢 叫什么 呀不说了 他是从河边把你捡来的 由水而来 所以叫你水来 水来 那我就叫水来吧 他又在冰花什么呀 他说 带我们去发现你的河边 没准 你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来 我就是在这里被找到的 可是我 我怎么想 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的记忆 就是在这儿消失的吗 为什么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要不 你先回去吧 别着急 慢慢来 总有一天你会想不起来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就经常陪你到这儿来 别胡思乱想了 好吗 不如这样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去哪儿 住建公 火 走 收拾 少主 血奴已经喂过血了 一切就要进度进行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哎 什么是血毒啊 血毒是专门用来铸剑的剑影 用人血铸剑 会不会太残忍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每年都会招收六个 羊年羊月羊日羊时生的纯羊男 每天六个羊时 分别从这六人身上 提取一点血来做剑影 因为他们非常珍贵 所以被我们养尊处优奉为上兵呢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毕竟是个人呢 这样长时间下去 对身体总是有害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为了凌双剑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什么是凌双剑 关于这个 你还是不要多问 对了 待会儿我爹来的时候 你记得什么都不要说 我会帮你说的 你爹是干什么的 周剑城的城主 我爹要是知道 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他一定会把我骂死了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 那我现在就离开 以后再跟你爹认识 不要 没有关系的 放心 一切有点在 城主到 叩点城主 龙剑使 驻剑进度如何呀 回城主 一切顺利 刚才已向少主禀报进度 起来吧 是 孩儿拜见爹爹 起来吧 剑兄啊 你不是要去找杨楠吗 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就是这个人吧 把头转过来给我看看 来 冰儿 冰儿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觉得有点热 好 那就好 送你回房休息 好 藏风 是不是看到我了 可是为什么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熊儿 你干了一件好事 去把他带下去试血 看他是不是真的杨楠 爹 他不是杨楠 他不是杨楠 你带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晒床 铸剑宫是死罪 来呀 给我拿下 是孩儿把他带来的 你带他来干什么 他是我的朋友 告诉我你是谁 撑住 我将水来人是剑雄的朋友 朋友 你是什么神父 敢跟我儿子交朋友 没想到 铸剑的大事 你都放在心上了 把心思全放在交朋友上 太能整齐了 交朋友有什么不对 请你不要硬自责怪他 水来 别再说了 在铸剑城内 谁敢跟剑雄交朋友 我看你是从外面混进来 你想依着剑雄的关系 打我零双剑的主意 你这种伎俩我剑得多了 来呀 在 给我拿下 是 你们干什么 爹 这就是你们铸剑城的代表 知道吗 爹 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你凭什么抓我 难道这个地方没有王法了吗 我就是王法 你说还是不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爹 水来是我在河边捡到的 他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儿 江湖险恶 我看你是被他骗了 我为什么要骗他 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地方 好 那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了 来呀 拉下去砍了 爹 放了他吗 有话好好说 住口 你私放外人进来 待会儿我再处置你 拖下去砍了 是 你们干 爹 如果你杀了他 我这一辈子都不帮你住舰了 烦了 没有人敢反对我 无论他是谁 我先杀了他 然后再重振你 不能杀 冰儿 你为什么组织 城主 你乃万尊之躯 一言九鼎 在这儿 谁敢反抗你呢 这个水来 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他的血也不适合烈灵双剑 而且你想想 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会让你最爱 和最爱你的人 冒死相求 我在想 少主会留他 也是因为少主 是他的知心朋友 并而是为您着想 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 城主你为了这件事情 跟少主伤了和气 你也知道 少主性情刚烈 要是他真的赌气 不住舰的话 那损失的 可是整个住舰城啊 更何况 这灵双剑 只要一日不住城的话 那冰儿 跟您的吉时良日 不也就 可是 此人 城主 你只要不杀这个人 冰儿就愿意 跟您早日完婚 此话当真 嗯 那依你之剑 该如何处置他呢 嗯 不如这样好了 你就把他留下来 当剑奴 让少主跟四大剑士 就进监管 那不是一举数得吗 好 放了他 起来吧 谢谢爹 好 我送你回房 嗯 熊儿 你给我听好了 这个人要是出事 我拿你试问 是 爹 走 走 雪兰 对不起 没事 对不起的人是我 害你跟你爹闹班 自从这个女人到住建城以后 我跟我爹就经常这样 你说我莫名其妙地到住建城来 又莫名其妙地当了贱奴 不 少主啊 你就给我安排点事 我也不能白吃白住 对吧 水来 我都快愁死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你有什么可愁的 我在想 今天真是千钧一发 要不是那个巫女出言相救的话 恐怕 我在想 那个巫女 她为什么要救你呢 哪个巫女啊 救我爹身边那个女人呢 她想尽一切办法 来挑拨我跟我爹之间的感情 要不是因为她 我说话也不会那么没分量 那个女人有那么坏吗 她不也救过我吗 这就是我所愁的 她来住建城 一定别有用心 我爹也真是的 聪明一世 是 糊涂一时 冰儿 我知道你喜欢花 这是城中最珍奇的花卉 我都给你搬到房里来了 你看 好看吗 特别是这盆兰花 它可以称得上是花中之后 这是至尊盟的贺连霸送给我的 你觉得好看吗 这个贺连霸 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非要送给我这盆花 她还说 兰花代表着无情的圣洁 让我好好地珍藏 我哪懂得这么多呢 只好这个娇花配美女啊 无情的圣洁是神火教的宗旨 义父送来这兰花 莫非是提醒我护王大师 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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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无精打采 肯定是身体还不舒服 来 我扶你上床休息吧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藏风来到驻剑城 难道是为了找我吗 可是 他为什么会叫水来 又好像不认识我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 为什么在这锦要关头 藏风会出现在这里呢 你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你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可是城主命令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些花 要是照顾不好的话 他一定会拿我问罪的 这人一定是城主派来监视我 还是由着他吧 你是谁 别紧张 我是贺连盟主派来帮你的 什么贺连盟主 我不认识 带月儿 我看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贺连盟主要我来问你 混进驻剑城这些时日 可否打探到什么消息呢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绝不相信你是义父派来的 他根本没跟我说过这件事 那是因为你身处险境 贺连盟主放心不下 你到底是谁 你有什么目的 好啊 你就当我是个采花贼 你这就杀了我吧 你走吧 这件事我自己会问义父 我不需要你帮忙 你这是瞧不起我喽 我需要瞧得起你吗 好 我喜欢 我会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好 你敢偷袭我你 那又怎么样 你敢偷袭我 我让你偷袭我 让你偷袭我 好 烟 我让你偷袭 让你偷 别闹了 我让你偷袭我 我让你偷袭我 别闹了 别闹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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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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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岚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冷 好了 我知道玉冰床很冷 可是只有这样才可以療你的伤 好冷 好了 你忍一下好不好 好 马上就会过去了 马上就会好的 我 我 好了 你说 爹来找我 来 少主 爹 找我什么事 我只是想问问你 你现在在搞什么鬼 我 我没有搞鬼啊 我这两天一直在驻剑宫 专心驻剑 你敢说 你一直在驻剑宫 驻剑吗 你竟然跟着那个叫水来的 在城外是游山玩水 喜欢交朋友是吗 交朋友 你就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吗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你这样 那个叫水来的呢 他 他身体不太舒服 我心里不舒服 你自己说说 你自己说说 你最近有多少时间 把心思放在驻剑宫的驻剑上 你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四大剑石 以后是你来继承我的大业 不是他们 你知道吗 爹 凯尔以后不敢了 可是我求你 让水来留在驻剑宫吧 我已经狠仁慈了 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他 不要 爹 水来身患重伤 他已经走不了路了 如果 你在让他离开的话 他肯定是死路一条 好 不如这样吧 等他伤好了以后 我一定让他离开 好吗 爹 孩儿求你了 用这种瞒天过海的办法 他只能骗到你 他骗不了我 他人在哪里 我马上要见到他 是 这帐冰床 我是怕你在驻剑宫 太过辛苦劳累 才千辛万苦花了好多银子买来的 你却让他躺在这里 爹 孩儿暂且用不着 看来 他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内心 忽强忽弱 勉强维持着心脉无乱 但是 也是岌岌可危啊 看来他是受过极大的内伤 这个人 中的是 明镇天下的 至阳至刚的 威龙神掌 居然 拖到今日还不死 真是奇怪呀 威龙神掌 奇怪呀 真是奇怪 关羽天都死了这么紧了 天下还有谁会这威龙神掌呢 关羽天 就是那个之前对付过我们驻剑城的关羽天吗 不是他还有谁呢 不是他还有谁呢 这件事情很蹊跷 我一定要掐个水落石出 把这些花都拿出去吧 可是城主说 城主那边我自会跟他说 你后你在外面照顾这些花 我不用你伺候 是 等等 这盆兰花不要动 是 还有 以后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不准进我房间 知道吗 是 冰姑娘 这么匆忙要去哪儿 城主有事吗 是那个新来的 叫水来的剑奴 好像受了重伤昏迷不醒 小二 你是在哪里发现的她 在河边捡到的她 当时她昏迷不醒 是哑扶救了她 所以 就让她在御冰床上 躺了十几天 御冰床 虽然能保住她的命 但解不了 围龙神掌天下第一掌 留给她的内伤 雄儿 你对她了解多少 我 孩儿对她一无所知 放心吧 爹不会对她怎么样 爹 孩儿是真的不知道 她好像失去了记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来干嘛 是啊 银儿 你怎么会来这里 是我要龙剑石 带我来的 我听说少主的朋友生病 所以想来看看她 怎么样 她没事吧 别假慈悲了 算了 铃儿也是一片心意 爹 您武功盖世 一定有办法可以化解水来体内的掌劲 是吗 或许可以吧 我有这个必要啊 我现在正在修炼 成龙斩的地井虫 到了井药关头 没有成龙斩 我就是凌双剑出世 也保不住我 现在没有任何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爹 求您了 城主 反正现在凌双剑也没这么快铸成 你不如就先救救少主的朋友 而且现在少主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 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不是更耽误您铸剑的进度吗 你们都怎么了 嗯 你们都怎么了 好 对承雪 我的季节 暂停在三月 细雨绵绵的感觉 遇见了谁 又错过了谁 念旧的人 视而不见 有玫瑰 最好 你的心悟划破心头痛到泪滑落 我却始终不曾放开过你给我的承诺 我不相信爱不能让命运也要逃 人数容不成全恋人重逢 你的心不自传眼睛透出了寂寞 那时别人不曾看过我脆弱柔情面孔 只要爱能够到的地方就不算跌破 只要爱能够到的地方就不算跌破 原性为你天涯海角踏破 追着走 人数不分 想起来 治疗 特别人 也不想起来 杀